啊 揪冰 哈囉各位觀眾歡迎回來演生存 我們在上次停止錄影之後呢 又跑來一隻大怪 然後他把我們第二個樹屋給拆掉了 原本在這邊 在這邊嗎 裡面嗎 因為我這個骷髏頭是蓋在樹根旁邊 紀念那根樹這樣子 所以現在就只剩這個 我覺得是不是應該要 蓋那個陷阱 把我們的樹屋給圍住 這樣子到時候他用那個龍捲風 就不會把我的弄壞掉了 結果下次他那個龍捲風給穿透 直接穿透這樣子 白蓋 來 我先圍一圈試試看 我看能不能圍 他可以用臉圍成一圈的嗎 這邊的果子真的是多到 我想推個推車一直吃東西 對啊他們會一直生出來啊 這些果子 看一下我蓋一個四方形的 把我這個車 把我這個樹屋 給他圍好了 你是要這樣圍啊 對啊 就圍一圈啊 至少可以保護吧 至少可以保護吧 然後大家大怪來直接打臉 碰 直接打掉 尷尬一點 這樣有嗎 插一根 奇怪 可惡 怎麼插一根啊 圍成一圈 然後把它蓋起來試試看 現在比起害怕大怪 我比較害怕推車推推飛起來 先去拿一點木頭過來 上次推車的木頭看一下 改一台車來用 這非常好 好險我剛剛卡住我沒瞬息 好卡喔 哇 我倒了 啊 救命 這個太高了吧 要不要在你屁股上放一件啦 不要 救我 我錯了 天啊 還飛啊 哇 哇塞 欸 這怎樣 我只是想要蓋個 我只是想要蓋個這個而已 這麼困難嗎 我先把這邊吃一吃 我不管 這是毒的嗎 欸這毒的 可惡 打掉 好現在全身是血 我可能要去找個水池洗一下 這邊附近有水池嗎 這裡只有海 只有下面那個海 OK我先把它蓋好了 好我現在做這個 那這個保護措施做好了 就先 就先這樣吧 這小樹就先這樣 那我們今天要蓋什麼呢 我們今天 蓋個小塔 小塔 你想要蓋哪邊 這邊嗎 蓋這邊嗎 因為我們到時候是從這邊下去嘛 這邊比較 可能這邊會比較常進出啦 對啊我就蓋這裡好了 而且那邊常常從 常常怪物都從這邊來 好你拉 我去拉那個小路 把它往外拉一點 看一下喔 這石頭小路可以拉到多長 我要拉個超級長的石頭小路 這樣子 但你那邊缺了一個洞欸 不要急好不好 我們再補一下就好 你這樣好歪喔 對不起 拆掉嘛 我就先拆掉嘛 等一下再來 白天再來弄這個 後面怎麼會有野人 不是有那個嗎 不是有藍色螺旋丸嗎 等一下 什麼情況 對啊為什麼會有野人 他就在那邊看我們 而且只有一隻欸 已經出現不怕 神器的野人了嗎 蛤 這神器沒有用了嗎 等一下我把它督到 我把它督到一樓去 等一下 這太扯了吧 等一下我點火箭 射到那隻野人 為什麼那隻野人沒有燒起來 我是覺得這些傢伙有點誇張啊 現在竟然開始無視 咱們的螺旋丸了 怎麼回事 我把他趕跑了 趕跑了好吧 因為我射他一間他就拔停滑 欸我說 是這一種的釣放台 我以為你是要蓋這個欸 涼亭啦 我以為你是要蓋這一個 然後把它往上這樣拉 等一下你看喔 這樣子 對喔他可以往上拉欸 對啊 要不要蓋這個啊 高級點好不好 我們這個輸入是沒有在節省成分的 可是 等一下我把它拉一個好一點的角度 這樣子這樣 這樣可以吧 看一下角度 可以啊 OK看起來對 然後到時候再蓋一個 再接一個樓梯 把它往上接這樣子 好 我覺得我們先進去裡面睡覺好了 我覺得怎麼樣 我要進二樓的小房間來睡覺了 我要進二樓的小房間來睡覺了 三樓 二樓不是有兩個床嗎 我這個血我可能要去洗一下喔 不然好像會生病對不對 不然會生病那樣子 我先去下面的河岸洗一下身體 不然這附近也沒有湖嘛 那我要下去了 那我要下去了 你也只能下去下海 我要下海了嗎 我是覺得今天應該不會再有那個大怪了吧 呃 半醒 不好說 我要看他心情 他們到底來的依據是什麼啊 不知道欸 而且每次都是在我們意料之外的時間來 對啊 就是很突然一個冒出來 沒看懂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得做一個直立的下去 直立的 你說樓梯嗎 對啊 好好啊 你先拉 等一下我們再來蓋 反正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的畫面呢 就盡量不會有到蓋的地方了 因為 怕大家看膩了 所以就 拉一拉藍圖 然後我們自己蓋一蓋 然後再給大家看成品這樣子 這樣子整個影片上看起來也會比較 好看一點吧 應該吧 我現在真的怕死雪山那邊又跑過來 我記得這兩三次好像都是從雪山過來的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現在隨時隨地都拿著手槍啊 就怕有個萬一 就看到一個旋風掃湯腿突然過來 真的會怕爆 真的會怕 真的會怕 好 那你 這個 看一下 這個嗎 好這次有在錘 之後 看出來了 好 那我們現在先去把這些東西蓋起來吧 好蓋一蓋 走 好了我們現在把這個六張台蓋完 然後呢 這邊的石頭小路這樣鋪 我們換了一個位置 我把它鋪過來 到這邊接著這個 然後接下去 然後現在這邊這個樓梯呢 就這樣子 欸順了下去喔 我們等一下再做一點防護措施喔 這個 這是一個 巴洛克斯的螺旋樓梯這樣子 巴洛克斯嗎 沒有它就只是一個螺旋樓梯 我想講華麗一點 讓別人覺得我很 裝逼但其實沒有 好不好 它就是一個 一般的螺旋樓梯 好啦 那我們蓋一點 防護措施好了 來吧 把它這邊鋪起來 我拿這邊 你拿那邊 這樣 OK 我這邊好了 這樣幾個 OK 208個木頭 可能好像還在往上一點 這樓梯成本是挺高的耶 我覺得 我就問你這樓梯會走到幾次 這樓梯會走到 這樓梯會走到 不要問 大概就是洗身體那兩三次吧 這樣子 當冷靜下來之後 不要問 我身上已經沒有木頭了 我先去撿木頭 你慢慢拉 我發現它這個木頭 我們重新上線 就會自己長出來 木材啦 它樹木是沒有 唉唷喔 野人隊長 等一下 我離螺旋彎太遠 我先把螺旋 都過來一點好了 好不好 我現在實在是不想跟它打架 咱們有空走著敲好不好 我現在只是不想 不想再殺野人 沒事 他走掉了 小屁 開山 豬豬豬 這豬 豬 來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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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豬 很會跑喔 追追追 殺豬 抬低啊 找他聽懂 誰知道啊 唉唷 好大賣吃啊 你看武士道比較長啊 看我往下飛一段 吃肉肉 啊 豬 不是透明 剝皮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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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剝起來 再來一隻 啊 電鋸殺豬 先去抬低 快那麼快 好 我們現在蓋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這個地方 鋪很多木棍 安全措施做好好不好 雖然這樓梯不知道會走到幾次 然後我們還蓋了一個這個東西 我們把這邊 給他圍起來 雖然我不知道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蓋 這樣很安全啊 是嗎 如果在底下被野人攻擊 就可以趕快躲進來 對不對 說的很有響 可是如果在底下被野人攻擊 我不是可以馬上跑上來嗎 就直接 兩腿狂奔這樣快 啪 這樣子然後野人就上不來了 可是這邊就可以當做一個 類似像藥王臺的攻擊 喔 然後我在這邊 偷放一些小物資 不要敷藥王 放了一些物資在這裡 有 我看到了 你那時候叫我蓋了這個 原來是放了一堆藥品是吧 還有幾隻生鮮兔子和魚 好 反正這邊呢 就先大概 這個樣子吧 不是啊 我們今天那個主題啊 瞭望台啊 喔 對齁 瞭望台還沒上去啊 這 搞這邊突然搞太多 我們常常這樣子 蓋一蓋偏離自己的主題 就像當初那時候要蓋車子一樣 蓋著蓋著 車子忘記蓋了 蓋著蓋著就變還願了 先把今天這個搞完好嗎 先把它蓋完 我看一下 你先蓋樓梯 然後我去鋪那個石頭爐 我把它鋪到另外一邊去 因為另外一邊到時候 也要下去我們的跨海大橋 往這邊拉 我們等一下走一走 有一個野人在我後面跟我say hi 這裡有水池欸 早上我剛剛就不用跑這麼遠 原來這邊有一個 我看到一些野人在 你不要這麼早發現那水池好不好 我們為什麼蓋那個戰道下去還沒有 我才剛講完欸 等一下我先把這邊石頭添一點 你這麼快發現那水池我受不了 受不了了嗎 心情遭受打擊了嗎 對啊這邊就有一個水池啊 那野人還在那邊很悠閒的晃來晃去的 我是不是剛剛就講那個東西其實用不太到嗎 老跟你說了 你這邊拉好了沒 我的木頭已經 你的木頭已經極可難耐了是不是 對我的 我的 我的我跟木頭已經極可難耐 這樣我看一下 這樣是有接到嗎 等一下 為什麼這樣怪怪的 好像 為什麼這薩皮有一種 四五十歲男人的那種FU 突然一個垂下來是怎麼回事 他突然一個垂下來欸 讓我們忘記這件事 這樓梯 認真一點啦師傅 師傅不想做啦 師傅打算用這個啦 我覺得這個可以欸 這個很快的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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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其實快蠻多的我覺得 我們也不用發木了 師傅不爽了啦 師傅直接打算這樣了啦 我覺得可以好不好 過 這個給過 我給過 蓋個燈啊 老老實實把燈蓋在這上面 好 那我們再把這個石頭路給他鋪起來吧 GOGO 今天的目標是什麼 今天的目標 就這個嗎 太短了吧 這太沒內容了吧 這集怎麼一點內容都沒有啊 我們不是說 蓋個樓梯下去嗎 結果你現在蓋另外一邊 我這樣很難收尾啊 趕快再把這邊蓋下去啦 快點 喔你要這邊再蓋個樓梯下去啊 對啊 所以我才說剛剛那個用不到啊 不是這樣不要蓋嗎 浪費一點時間啊 用不到時候是往那個方向走啊 早說嘛 早就跟你說啦 趕快蓋啊 趕快撿石頭啊 好我們現在 蓋好了 這邊火把也蓋好了 這樣子 晚上的時候這條路應該是亮的吧 應該啦 應該啦 然後 對啊 從這邊 接過來 然後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樓梯可以轉成這個樣子 師傅 這樓梯這沒問題嗎 可以 可以負責一下嗎 如果我不小心走到這樣 這樣子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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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講 這是最新的空氣動力 欸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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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海大橋跨過去 然後中間蓋個大平台 就可以建立一個基本的運輸系統這樣子 好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就先差不多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那也別忘了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 還有到我的APP粉絲專頁按讚 我對這邊開始礦喔 好啦各位觀眾那我們就在下一張野生生存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顏色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